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体育项目需要脱衣服 他说自己平时就有接这样的工作 对于是体育项目需要脱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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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体育项目需要脱衣服 对于是体育项目需要脱衣服 就这样做出现了 他说到他体育项目需要脱衣服 能够来扔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自从女星斑斑公开表示自己决定和经纪公司终止合约后 便有人在网上发帖子批评说她在接受采访时耍大牌 说她看起来满脸的愤怒感觉十分傲慢的样子 为此斑斑在接受采访时坦率的回应称 自己不可能随时都保持着一张微笑的脸 了解自己的人都知道她不是一个傲慢无礼的人 如果因为自己的回答而让人觉得不舒服的话 她也表达了歉意 至于斑斑会不会先生前男友骂毕业典礼的事 斑斑表示如果对方邀请她前去的话 自己也很乐意不过她也说了 目前两人除了生意上的事以外 私底下已经没有再联系了 她们才能讲述她们就像我们的家里 所以我们才能讲述一下 我们才能说我们就不能够 然后我们才能够估计 她们想说我们有机会 我们也认为我们不要担心 如果我们不想什么 也能够估计 要多多理解才是 OK 我们来看下一条 很久没有合体出席活动 最佳最火最养眼的 荧幕情侣党OM和MINE 近日终于再度同框 为粉丝们送福利了 千万不要错过哦 许久没有看到 MINE和OM同框出席活动了 近日这对粉丝公认的 最佳荧幕情侣 终于再度合体 共同现身某工业活动 MINE在接受采访时 称自己现在的电视剧 拍摄日程比较满 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不太有 导致体重急速下降 就连平时穿的裤子 都感觉松了很多 另外 OM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这次两人有机会 能够一起出席活动 觉得非常开心 至于KissMe的第二季的拍摄计划 OM也说自己还不知道 具体的细节 至于粉丝们所期待的两人 能够多在泰国一起合作的事 OM也遗憾地表示 现在他们的时间 都不能够对在一起 所以应该不太有可能 哦 我想起来 没有遇到太久了 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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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工作是因为它是链铛 我去住在新的三个月 然后再来到 MyKee 我帮你帮我 我需要用烤铛的盐 有些人喜欢的盐 你会做得到吗 没有 没有 但是这次必须要用烤银 这次我需要用烤银的盐 我会看到 MyKee 我会觉得 我非常好看 我在这里 什么 我只是找我 我会看到 我还觉得 我还想看 我还会看到 我会做得到 我感觉我们不要做得到 我感觉我们不要做得到 我一定要看在兰获辉 工作虽然很重要 但是健康价更高哦 不要照顾好自己才行哦 粉丝们都很期待着你们两人可以再次合作 一定不要让大家等太久哦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泰八卦日播自信的全部热拉新闻了 明天我们依旧会给大家送上更多更劲爆的泰国娱乐新闻 别忘了关注我们泰八卦的官方微博 泰gossip-泰八卦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Sawaddi kha